Hello,我是Mirian 好,你看完这边表示你已经到了这个课程的最后一个章节咯,恭喜你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写完旅游之后的一些心态的建立吧 还有一些需要知道的事情 首先,请大家多头、海头,放大开口 比较残酷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竞争力、激战力还没有那么高的情形底下 你会想要进去的公司,别人也会想要进去 所以你可能优先投的那20家,也会是别人优先投的那20家 那为了加速你的找工作的进度跟提升更多的面试机会 我们必须要大量的投,在打击率不高的情形底下 我们只能把我们的量加大,然后来获取更多的面试机会 以我自己来说,即使我有很多的人资的工作经验了 但是我之前在求职的时候,我还是必须要投到40分、50分以上 才会是比较安全的面试机会的一个量 所以大家就是要多头、海头 我很常遇到有求职者跟我说 他履历都没有人,要去他面试啊 是不是要花钱改履历啊 那我接着问说,你投几分哦? 他说20分 我就说你多头吧,你先多头再说 就是你20分其实完全看不出来你的履历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有很多的职缺可能是没有缺的 在人力行上,人力行是一个刊登职缺广告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广告性质 换言之,企业不论是刊登一个职缺 是个职缺,对我们来说都是花一样的钱 所以他有可能看得很多职缺是没有关闭的 所以很多职缺没有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只投20家 你就觉得想放弃或是很自我怀疑的话 那我真的要跟你说 你投了20家,说不定只有10家是有缺人 剩下10家都是没有缺人的 你怎么投,他就是不会有你面试 因为就是没有缺人 对,所以不要去 他怀疑自己 其实要有这个认知是很多缺是没有缺的 OK,再来是很多人会被履历已读这件事情而困扰 好,以我自己来说 我是一个已读别人履历的人嘛 已读真的不代表什么 很多时候只是你可能手滑不小心点到 例如你其实没有想要已读 然后你点到,哦,不小心点到了 然后把它关掉 就这样子 所以已读它其实真的不代表对方有认真读 也不代表对方真的读了 只是代表你的履历有被点开 哎,就这样子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很多人会说 履历被已读不回耶 是不是履历写得不好 或者是不是哪边需要改进 又要花钱改履历什么的 真的没有一定 因为在人力行上的 它的系统的机制是 履历被点开 它的页面 在求职者的页面 就会呈现已读 但对于人之 对于切断来说 我们不代表我们有看完啊 不代表我们有已读啊 我们只是有点开而已 可能只是一个动作而已 对,所以 大家不要被这件事情所绑架了 那最后 也会有一些人会好奇说 哎,我可以每改完一次 履历就应征一次吗 呃,我自己的角度是 你的改完一次 这个如果你要再应征一次的话 你的改的幅度必须要很大 如果你只是稍微改一个字 你就应征一次 那其实没有太大的效果 可是如果你是大改 你修改的幅度 比你上次应征 可能有差20% 那我觉得OK 可以再应征一次 是没有问题的哦 好,那在章节的最后呢 恭喜大家 就是你们 呃,开完课程了 然后我也期待你们在这个时间点 也已经改完你的履历 那你们可以在学院的后台 做一个提交作业的动作 那我就会收到你们的履历 就会帮你们 批改你们的履历 所以这个课程呢 所赠送的履历的服务呢 是属于文字的方式 换言之 我收到你的履历之后 我会给你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建议 另外呢 如果你对于课程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你可以透过LINE啊 透过Mail啊 或是透过做Gate提交 跟我做一些互动 我都会尽我最大的权利来协助你 然后来帮助你 那我也很期待 你可以给我的 呃,就是课程一些评价的回馈 让更多的学员知道说 你透过这个课程 你的收获是什么哦 也让更多的学员知道说 这个课程的理念 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写出履历 然后不只是教你们而已 会帮助你们真的去改好履历 OK 那期待我们未来 可以在其他的课程中 再相见咯 拜拜